从疫情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 虽然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大家看到 我们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在减少 发热门诊 每天的门诊量也在减少 但是呢 疫情啊 仍然确实很严峻 对床位需求也还比较大 所以疫情防控呢 仍然处在一个关键的窗口期 目前我们已经开仓的 有13家方舱医院 可以提供救治的床位 达到了13348张 目前已经使用了是9313张 那么前期存在的 患者收治难的问题 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将按照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 集中救治的原则 准备进一步啊 加强方舱医院的扩容 计划再建19家 也就是到2月25日 全市储备的方舱医院床位 要达到3万张 同时呢 我们也进一步加强 每一个方舱医院的 医疗设备的配置 我们要把每一个医院 CT全覆盖 同时进一步提升 供养能力 增加心电监测仪等 设施设备 不断地提高我们方舱医院的 救治病人的能力 使方舱医院 更好地发挥作用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